我收到請教,這是什麼? 你還要回去找你嗎? 是,趕快走出來,想不想 傻瓜 平均? 是嗎? 怎麼樣?五千萬搞定了嗎? 是,我去其餘那裡 到銀行那裡拿錢,我就夠錢了 你等我一會兒,現在還沒夠三點 現在是我決定,我說點就點 來,我坐在這裡 我現在在旺角那間銀行 總之我現在在這裡拿錢 我駕駛了一輛車過來 我也要一小時的時間 你多給我一個小時的時間 不然我也沒辦法 好,我就給你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後,西貢碼頭 到時候再通車,你哪有交錢 就這樣 你幹甚麼 大哥,真是你 你怎麼搞的呢? 走… Rachel…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我来吧 啊 啊 你砸了 快走 来吧 好 站住, 檢查, 站住 樓先生, 麻煩你, 郡口弓搞定了 警方需要準一步的資料會再聯絡你 謝謝… 這次無村無難, 只有少許疲愛相恕你大命 一叫你請保鑣, 你毫無聽 好了…別再說了, 最重要的兒子沒事 這次真幸運文英舊機警 被他找到一個拆鬥, 他又及時報警 那現在真多虧你, 無論我真的不行 當然, 我怎會讓老闆有事 不是誰給我出錢? Rachel, 你沒事吧? 都… 沒事的了… 沒事… 幸好你救了我 你放心吧, 沒事的了 幸好媽媽不是香港 如果不是, 一定會擔心她 看來你都說不及拜機去英國了 阿祖就留下了 阿靖, 你沒事就好了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陪妹妹回去休息吧 我送你們回去吧 不用了, 我有姐姐在這裡 伯母、世伯、阿櫻, 我先回去吧 那你好好休息吧 阿哥, 這裡…這裡幾萬元 一輩子是兄弟, 很失敗 謝謝阿哥 擺檔也好, 開店也好 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名字, 羅順基 大哥沒有來會幫我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他沒錢帶你文武羅 怎麼會這樣 喂?周Sir? 周Sir, 做拼圖? 好, 沒問題 到時見 你只認得這兩個綁匪的樣子? 是, 在現場的第三個綁匪 我只看到她背部, 我看不到她的樣子 羅山, 你再慢慢記清楚 除了這個人 你還記不記得其他人的樣貌? 羅山, 你再慢慢想清楚一點 當時我是蒙著眼的 當我重看東西之後, 我只看到她的樣子 至於你們說班渣總共四個人 其他的三個, 我只看不到 對了, Sir, 你們捉到他們了嗎? 還沒有, 不過我們會盡力抓人 案件事態嚴重 警方需要重組案情 麻煩兩位跟我們回去案發現場 把所有細節說出來 為甚麼還不走?不怕班渣回頭嗎? 她怎麼會回來這裡? 對了, 你怎麼會馬上找來這裡? 我跟班渣視像的時候 看到我背景的房子 好像是曾經帶過我來的 我就儘管來看看, 怎知道又是真的 不過說實話 他們又會把你綁回你的房子裡 這麼巧合的? 對了, 又會這樣的 為甚麼走走走來這裡? 這裡不是就是你和你大哥 畫黃金餅的地方嗎? 你怎麼怪怪的? 是否有甚麼瞞著我? 你不是連我都不說, 是嗎? 我可以跟你說 但這件事你千萬不要說出去 你第一天認識我? 我們不是遇到大哥很久的 我終於見到他了 你見到他? 你在哪裡見到他?你什麼時候見到他? 你不是說你那些賊裡 其中一個是你哥哥吧? 為何你剛才不跟警察說? 他這樣做一定有個原因 如果他要錢的話, 他會問我拿 我整副身家都可以給他了 我真的…我真的服了你 你到現在這個時間還要幫他? 你怎麼搞的? 他是有心救我的 那個平潔是他教我打的 弟弟, 我現在綁這個叫平潔 待會兒落到海 他就會綁上我們的車輪 很紮實的 只要拉住一邊, 再用另一鬆骨 這樣就解釋了 你一看影片, 就認得出在這裡 其實應該是代表我的心感觸 他是有苦衷才會抓我的 你別想一邊了, 羅偉神 我沒想到一邊 我知道一定是大哥想救我 我和他經歷的, 你不會知道那麼多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 訂閱吧